冬天来了,快感的大灰狼以为开始行动了,他变上了四只可爱的兔宝宝。 大灰狼心想,要是我把兔宝宝吃掉,把他们身上的雪般的衣橱抢过来,我就会变成干兔宝宝一样漂亮了。 想到这儿,大灰狼就咕咕咕地笑了起来。 图妈妈今天要出去把萝卜,临走前,嘱咐宝宝们要小心大灰狼。 大灰狼见图妈妈走了,就拿着一筐的胡萝卜,放在小兔家门口说, 图宝宝们,我这有新鲜的胡萝卜,快点出来吃吧。 小兔们看到大灰狼说,不出去,不出去,快点到大灰狼,还吃掉我们的。 大灰狼,大灰狼马上说,不坏着,不坏着,我是一个上羊的狼,从来不是小白兔,只是胡萝卜,不然我哪来这么多的胡萝卜呢? 小白兔们还是不相信,说,不出去,不出去,快点到大灰狼,会吃掉我们的。 大灰狼发从委屈的样子,说,我只是想和你们交个朋友。 大灰狼,你们看我好可怜,我小灰狼,好冷啊,你们能不能拿两条围巾出来给我,我太累了。 大灰狼,小白兔们看到大灰狼,实在是太可怜了,便拿着长长的围巾,奔奔答答给他到大灰狼的面前。 两只小兔吃着围巾的这头,两只小兔穿着围巾的那头,这时,可恶的大灰狼,张开大嘴巴,扑向四肢宝宝们去。 四肢宝宝宝们进关了起来,奔向向反的方向跑去。 这一跑,便把大灰狼的脖子紧紧地扔住了,害得他喘不过气了。 这时,兔妈妈回来了,看到躺在地上的大灰狼,就夸四个宝宝们很聪明。 同学们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不应该请你底下是你陌生人的话哦。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。 不要忘了给我一个赞,以及订阅我妈咪的频道哦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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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